榜课部 全村文化保存意义结语 族群融合假象下的外省特权 2014年2月25日18点42分 浏览2650 回想0 推荐5 引用0 在中央大学全村保存运动的文章有两篇全村保存的思维小径 团结力量大的全村保存行动文章 大略介绍保存运动的始末 其认为全村文化保存意义在于省级的统称 族群融卢 省级文化的交织 多元文化交流的意涵 台湾独特的族群融合文化 眷村本身的省级多元性等等 如果各位长期观察台湾社会或是至少经历过这段长期变动的幸存者 就会发现以往在谈眷村往往是封闭 保守 排他支持国民党等刻板印象 现在却像雨后春笋的彩绘眷村一样充满了色彩 这难道是一种文创吗 这跟历史相符 眷村文化保存运动者常主张眷村史是台湾史 非眷村人专有 但很多的眷村经验却绝对是眷村人专有 例如配住眷村的过程 一般观寡孤独者能住进去吗 被筛选掉的军人或这些人所说 1949年大迁徙中有多少幸运而才在其中 能成家有家眷的情形背后 有多少阶级压迫的背景 眷村的分配 改建又充斥多少不公不义 团结力量大的眷村保存行动一文谈到一个活动眷村意 眷恋我们的感情 营造台湾村的梦想 体验多元的文化空间 在游戏的过程中 消弭对立 体验多元 眷村的价值真的如此正面 眷村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面向 一个是对外省人而言 另一个是对本省人而言 一 眷村对本省人的意义 一 被隔离与异化的眷村外省族群 眷村一般被称为竹篱巴 居住其中的人虽然各省级的人都有 更被现在的眷村保存运动者美化为台湾独特的族群融合文化 这显然背离台湾民主发展过程的事实 眷村一向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投票倾向 固然有诸多眷村出身的人身与民进党 但无从否认眷村是最支持国民党的族群 在过去国民党高压独裁统治台湾的时间中 国民党透过黄复兴党部掌控眷村 分设许多只党部 其设置地点与成员基本上与眷村密不可分 选举过程中往往操作民进党选上 台湾中华民国会灭亡 两岸要战争等恐吓手段 也长期灌输中党爱国思想 民进党政客也不掩饰对眷村的敌意 已故民进党立委蔡同荣曾表示眷村文化不利民主发展 一群人长期居住几十年只支持国民党不符合民主潮流 陈水扁念念不忘他台北市长的失利并归咎于族群因素 从1998年拜选后到2006年公开演讲向人民报告还不断强调 眷村这样严密 群居的居住族群 表面上可以自由出入工作生活 但实际上内部分为与一般台湾社会有极大差异 眷村文化论者竟以其家庭组成的族群融合来掩饰其与社会脱节的族群隔阂 岂非自欺欺人 2 匪夷所思的眷村外省特权 许多本省人认为所有外省族群都受到国民党同等照顾 近年来才有外省权贵之说 但仍不脱谢长廷少数国民党权贵有绿卡却要没有绿卡的眷村朋友处变不惊 蔡英文看眷村电影偷偷地哭之类羡媚的说辞 浑然忘却当年在申请视线如何义正词严的指控眷村特权的过去 眼中只有选票毫无坚持转型正义的理念 对不起民主 进步这个冠冕堂皇的党民 作为台湾唯一有政治实力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 这样的棄手原则实在无耻至极 且看他们当年怎么说 立法委员苏患志等55人申请书一 申请解释宪法之目的 宪法第七条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是宪法有关平等权的规定 保障人民法律上地位之平等 凡是用法律违反平等原则 或制定以不平等为内容之法律 皆有违宪之嫌 平等分为形式平等及实质平等 在合理的情形下为顾及实质平等 法律自可有差别规定 然而在何种标准下实可为差别规定 其内涵无非是正义 合理 民国85年1月1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国军老旧券村改建条例 其内容读后特定少数原眷户 使其能享有承购 依国军老旧券村改建条例新建之住宅及政府给予之补助购宅款等优厚的权益 几乎形同政府立法赠送原眷户一户义乌 不动产在现今社会中价值不菲 原眷户只要依规定于五年后转手即可或暴利 而老旧券村改建无非是为了解决原眷户居住安全的问题 故应采赠售房屋此种不合理 不正义收买图利他人的方式为之 因此国军老旧券村改建条例不但违反形式平等也违反实质平等 使有违宪之嫌 依国军老旧券村改建条例建造的住宅 动用国家资源确景图利特定身份之人士 而此特定人士又不乏军将官等非弱势人士 且同为军券身份者其券村住宅 依该条例规定 必须在民国69年12月31日以前建造完成者时的改建获赠 且配赠之评数竟舍生活实际需要 而以退伍时之直接高低为标准 得知该条例之相关规定即使于同为军券身份族群中一不平等 况且其他与国军老旧券村有相同情况之中央各部会及学校眷户却未能享有同样的权益 明显违反公法上的平等原则 国军老旧券村改建条例针对此并未能提出合理的差别待遇的基准 对其他职业别 其他身份之人明显有不公 使有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权规定之嫌 故特此提起是宪案 二 券村对外省人的意义 一 以配舍军券与公教警 国营企业间的不平等 被蒋介石带来台湾的外省人很多样 范称的军公教包括一些国营事业的话 大多有份配宿舍 我去新竹拍摄到的台肥宿舍可为一例 教师通常到退休之后还可以持续住在学校宿舍 像贪污被定验的前交通部长郭瑶琪 2006年时其父已83岁 退休都不知几年了却仍可持续居住桃园高中旧宿舍 凡老家既祖郭 辞职非儿戏 现在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有此特权 郭瑶琪那时可不是穷人养不起父母 但他们与眷村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眷村改建的利益 如果说这些外省人来台后需要照顾 显然政府照顾眷村人的范围还包括他们的子子孙孙 正常国家正常企业的宿舍不会在退休后还大量容许这些人持续居住 姑且称之为陋习吧 法院的判决书说法是行政机关为安定限制人员生活 提供宿舍与其所属人员任职期间居住 或于退休 离职后酌情准其暂时续住 可他们看到邻近的眷村人居然也可以改建幼诈父拥有房子 自以为他们也是被政府加强照顾的 但实际上的权力却是天差地别 台南市政府于2006年时曾向中央建议关于警察宿舍搬迁 比照国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方式办理案 结果民进党中央陈水扁不同意民进党地方许天才的提议 理由是司法院是自第485号解释说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并非指绝对 机械之形式上平等 问题是眷改条例才真正是绝对 机械之形式上平等 只要住进眷村无论平复都可以配房 这也叫平等 二 以配舍军眷与未配舍军眷间的不平等 眷村分配把奖介时带来的军队一分为二 一种是眷村老兵 另一种是非眷村老兵 还有一些是未配眷村的大将 但可配官舍 后又可参与改建 这之中的阶级压迫与差别待遇 许多眷村居民往往认为理所当然 更可疑的是眷村老兵往往比非眷村老兵设金地位高也叫早婚 或许有人会认为早婚故早有家眷所以早配舍啊 但他们能早婚又是蒋介时禁婚政策差别待遇的结果 而且当叫晚婚者可配舍时 又因政策改变或阶级而住不进眷村 此时未配舍军眷可以领房租补助费 当他们都退伍后 房租补助费停发 眷村人则可持续居住 到后来眷改条例制定 眷村人凭空又分配数百万乃至千万台币的房地产 所要付出的代价从免费 几十万到百万台币左右 高官如上将者甚至分配到价值上亿的房屋 以前用将军村来恩待这些人也罢了 后竟以台湾人民的共有资源恩泽他们使其成为一万富翁 这种不正利益从未见任何眷村保存运动者提及 纵上所述 眷村这个极其不公不义的特权政策 近在蓝绿政客 学者媒体的恶劣操作下反黑为白 颠倒是非成功 进而还可以行销华文圈 笔者所要强烈指责的是眷村记得利益者 如张茂贵教授朱眷村人发起的各种团体 由税立法院制定相关法律 以国家力量又在全台各地建立博物馆与保留建物 简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想尽这种不公平的福利还敢招摇过世 这不是极其鄙视非眷村老兵与其他未配设的一般人民 不然你们就应该在你们的纪念馆一起登载 那些层出不穷的弊案 上将如何获取暴利 军宅的房地产致富洁净 监察院不断地纠正 甚至弹劾 为什么你们都是为这些为理所当然 你们都把误会不堪的是视而不见 张茂贵教授你好像不认同国民党 这些眷村丑事怎么没见你提过 这些烂屋有损眷村保存意义是吗 笔者这一系列谈眷村的文章时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Return by Blackjack 2014年2月25日 王卢璇是军宅投资高手 老委会主委大发眷村改建财乐